大家好,又是我星星熊, 職人吹水 大家好, 為大家煮一個充滿營養價值的素湯 雖然說素湯的, 味道都很好, 看看材料 味道的內容, 鷹嘴豆, 三角豆, 300g 這個叫紅腰豆, 300g 新鮮粟米一枝, 甘筍, 台卜, 紅蘿蔔一條 這是什麼來的, 這是棍子來的, 待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新鮮椰子 鷹嘴豆, 紅腰豆, 洗乾淨, 浸水浸泡半小時 甘筍, 名台北, 盡量買泥, 刨平, 備用 新鮮粟米一枝, 頭尾就剪掉 去衣 兩樣材料洗乾淨後, 放在這裡備用 我們保留粟米酥 三個人份量, 準備3公升清水 我們把鷹嘴豆和紅腰豆放進去 我們一起煮 豆正在煮的 現在可以切金筍 5個 很簡單 隨便切就可以了 熬湯 全部把它改成 熬湯 放一刀, 刀一刀, 刀一刀 這樣就開了, 會不會很容易 放進去 連粟米酥, 一起放進去煮 接著, 處理椰子 這是什麼椰子? 新鮮椰子 我之前也煮過一個用印度椰子煮的湯 印度椰子和新鮮椰子的最大分別就是 新鮮椰子很適宜用來煮齋湯 因為椰子味和營養價值相當好 印度椰子適宜用來配肉的湯比較好 這類型的新鮮椰子 都是一般市政街市 或者生貨店 或者賣椰子的店 都會買到的 開的就很簡單 因為一般店鋪都會和你開賣的 大家也看到之前的照片 有些椰子都會和你一起去 然後裡面的椰子都會和你倒出來 這包東西很重要 現在先把這個洗乾淨 主要是把外皮輕輕沖水 這樣就可以了 外面的黑色的殼 要不要去除呢? 一般煲湯我都不會去除 除非我做燉湯 燉湯也是很簡單的 我們把這個刨拿出來 刨成這樣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嗎? 撕開之後 我們盡量切到西西化 讓它更容易出味 這些新鮮椰子也相當香 這個椰子拿多少錢呢? 31元 連著包 裡面的椰子 然後我們全部放在一起煲 椰子煲之後 我們就拿出新鮮淮山 這段時間 肺炎那麼厲害 吃新鮮淮山是最好的 所以這個湯水 我都特別加了新鮮淮山 去煲 這樣我們處理這些新鮮淮山 就盡量 手就不會接觸到它 然後一下一下 先刨皮 為何說不要碰到它呢? 因為碰到新鮮淮山的汁液 手就會相當癢 然後刨皮 刨皮之後 稍微沖一沖水 然後我們就切開 不用太小塊 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放進去煲 現在我們大火煲半小時 煲半小時 煲半小時 15分鐘 全程煲半小時 45分鐘就可以了 那間煲半小時 30分鐘 看看什麼模樣 現在很香濃郁 到最後 這包椰子水的精華 最後15分鐘才好 倒下去 一起煲 滾回去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放進去 讓它滾回去 就可以了 下了椰子水之後 再滾回去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湯水 現在煲的香味 很濃郁 煲新鮮椰子 黃度就是椰子水 椰子水 最後放進去 調味 就可以了 紅腰豆 櫻嘴豆 已經很高營養價值了 再配合鮮淮山新鮮椰子 雖然這個湯水 雖然是一個齋湯 但味道相當好 喜歡吃椰子的網友 請按個讚 喜歡吃紅腰豆的網友 喜歡吃紅腰豆的網友 又如何? 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分享一下這個 新鮮椰子 鮮淮山雙豆素湯 那我就先喝湯 謝謝收看 下個視頻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謝謝 謝謝 矮ث 謝謝